HELLO 大家好 我是草曼妞です 今天帶來的介紹是有關天城的相關技能 首先是它這個主砲彈幕沒問題 主要是叢陰四艘船編制的時候 第一回的主砲會縮短撞天時間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含天城1加3總共四艘叢陰的船 就可以達成這個技能的觸發條件 就算第一輪縮短了 有關金火控 這也可以減第一回合的裝填時間 究竟可不可以跟技能做搭配 是我們今天要驗證的目標 以及減少敵人火力雷裝航空的值 在演習當中是很明顯可以去觸發的 在推圖 敵人究竟有沒有所謂的火力雷裝航空 可以讓我們去降低 這也是我們必須要去探討的一個模式 以及天城加賀他們這些彈幕練滿之後 他們的形態威力究竟是如何 是我們要去研究的一個模式 好接下來來看一下我們接下來的研究項目吧 我們可以看到觸發技能加金火控有8.7秒就可以起發 觸發技能只有黑彈的版本是10.24秒 所以只有技能的裝填縮短 沒有觸發技能只有黑白彈的 就是原始410的裝填時間18.63秒 所以這個裝填時間扣掉了金火控 然後扣掉了技能剩下的裝填時間去乘以我們的武器面板CD 就可以算得出來我們現在需要多少裝填時間 觸發第一回合的主砲 這真的很容易啊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剪對一方火力的debuff是否能夠在一般推圖實現 那我利用這個戰艦的跨射點燃作為依據 我們可以看到點燃的效果是89 每秒跳89下 為什麼用這個燃燒傷害的燃 因為燃燒傷害的公式裡面有含火力值的一個計算方式 那接下來利用Hooder是不會帶來任何減傷的debuff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的燃燒傷害可以跳出多少 喔燃燒傷害跳出了94 每秒跳出94 顯然比我們天城跳出來的傷害還要高 所以這個燃燒公式裡面包含了火力值 所以對方敵艦推圖的過程中 他們是顯然是擁有火力值的問題 那等級越高火力值當然會越高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困難的章節點燃會這麼痛 因為他們提高了火力值 還有他們自己的等級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彈幕的問題 加賀彈幕其實類似華盛頓前方跨射 那他朝自己前方跨射5x2的一個跨射 剩下就是小子彈 所以他只能命中自己前方的敵人 就像華盛頓一樣不斷的往前跨射 3x3的跨射 那加賀自己是5x2大子彈的跨射 加上小子彈的在周圍的擊發 所以很明顯他的傷害模式跟華盛頓是差不多的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天城的一個彈幕模式 天城的彈幕模式包含了前方有4個跨射 4個跨射是一定會去鎖定目標敵人的 剩下3個是平行的像敦克的平行大子彈 剩下就是其他的側感彈 那很顯然加賀的只有前方跨射 他並不會去鎖定敵人追擊敵人 好那我們這邊來稍微整理一下 那華盛頓這種跨射是3x3 主要的傷害來源大概是1560 那長門也是劍型 那中間那一道是最痛的 所以大概加起來有2000的傷害 那君主福德這種跨射版本 總共是138 那蠻集中的 所以加起來傷害大概有2000以上 那加賀是其實比較像是華盛頓這種跨射型的 那如果是5x2全彈命中的話 也是有將近2000的傷害 不過看起來還是蠻閃的 只會是比較大型的敵人 可能會有命中全部的傷害 那天成有跨射跟平行 這兩個是比較主要的傷害來源 所以對單一個體有跨射跟平行多命中的話 加起來可能有1800以上的傷害 那剩下魚雷的部分 就看運氣了 那天成這種70%的機率 加上他各種debuff 所以給他這種傷害我覺得是還蠻ok的 那長門越低機率嘛 所以整個大型劍型 加小子彈的傷害 重傷害也特別高 這也是無可厚非的 那加賀50%甚至比敦克傷害來得高 所以加賀的整體彈幕的傷害 已經超越了敦克 甚至華盛頓 那不過他是主要是吃主砲發射的機率 所以裝填越快 或許有不錯的觸發機率 所以410或381改 算是還蠻不錯去使用的一個大砲 好 以上是天成跟加賀的一個彈幕介紹 希望你會喜歡 天成這個船 我想非常的強勢 雖然說沒有像長門這麼進攻型的 不過他在防守面 以及各方面的輔助 都很到尾 所以這一次真的非天成不抽 如果你這次沒有抽到 你可能會像上次一樣 少了長門這艘船而隱恨 所以希望各位如果剛進來的新手 怎麼樣也要刷手之後 刷出個天成來 對你後續的推圖會很有幫助 好啦 以上是今天的介紹 那有問題的話在下方留言給我知道 那每週一到每週四晚上8點都會直播 那有問題或是想聊天的 都可以儘管來找我 就這樣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